这台北台风来了 在外海绕一个大圈圈 又回过头来清洗台湾 就像一个U形转弯 现在已经正式转向 而且速度也开始加快 预计最快在早上8点半 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 而在下半天 就会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 不过大家要注意 我们来先看到这张图 在今天开始台风就接近了 不过在礼拜三的时候 风大与雨 雨比较大 风比较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次的台风 最重要就是 要关注它的雨势了 在礼拜二的时候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北部跟东部 现在开始出现下雨的状况 而且今天现在在台北 外面已经飘雨了 在礼拜三风雨最大 请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在礼拜四的时候 反而变成中部跟南部 雨比较多 不过我们也来关注到了 目前在西太平洋上面 除了檀美台风以外 我们还看到还有两个台风 昨天有提到一个皮瓦台风 在昨天也形成了一个 由那拉台风 不过这两个台风 现在距离台湾 你看得出来都距离非常远 这样的距离 实际上还有6000公里 所以是不会影响到台湾 只是在西太平洋 这罕见的三台 也真的是相当的罕见 我们要讨论要关注 当然还是在台北台风的部分 因为光是它一个U型回转台 让大家很紧张 也立刻透过了卫星领土 来做最清楚的掌握 因为目前它还在海面上停留 因此不断地吸附水气 相当有机会强度再增强 所以不排除会变成中度台风 而在转为西北溪走向之后 它会走的是一个逆时钟的旋转方向 所以太平洋高压提供一个 很明显的导引气流情况下 它会往这个方向来做一个移动 行进速度也会加快 在昨天它每个小时走得很慢 很像一个曼郎周台走8公里 不过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已经变到13公里了 接下来看到台风的路径图 其实从外围云系 在礼拜二开始 就要慢慢一路北台湾 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它在正式转向之后 一路的向西北的方向前进 速度会越来越快 而接着在礼拜二 我们刚刚讲到外围云系 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的状况 各地都会下雨 这样的路径有没有觉得呢 这个走西北方向路径 跟上次上的台风很像 就像速立台风入境 都是类似西北台的走向 所以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礼拜三刚好是中元节 也是农历15大潮的时间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请大家一定要严防 这个海水会恐怕会有出现 倒灌或是淹水的状况 请大家格外格外地留意了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请大家注意的重点是 这个台风呢 你一定要记住的是它的雨比风大 可能没有感受到太强的风 但是它雨势会相当惊人 这是最新的雷达回波图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外围云系呢 造成这水气的集结状况 已经开始在东半部开始出现 尤其在北台湾部分呢 也开始出现了这个水气集结状况 所以呢在今天中午之前 北部还有东北部呢 这两个区块都会开始下阵雨 不过到中午之后会慢慢的一路扩大 扩大到哪里呢 包括了是中部还有中南部 所以呢我们看到最新的大雨特报了 警戒区域呢 就是从中部以北 全部都是在警戒范围 包括北北基 宜兰花莲还有桃竹苗 中张头另外还有云南云林跟嘉义 预计呢在入夜之后 风雨会更强哦 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 台风呢就会开始影响台湾 是最距的时候 同时提醒大家 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去海边玩了吧 因为今天开始呢 包括在恒春啊 蓝雨绿岛都开始出现长浪 而最后呢防台早准备 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用一张白板帮大家列出来 礼拜三跟礼拜四的时候有变色 也就是说风雨最强的时候 在今天再度提醒大家 上半天天气还算是不错 不过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震雨 这是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都会要防 延防大雨 不过到礼拜三的时候呢 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了 为什么呢 因为礼拜三有很多因素影响 包括中原大潮 另外还有暴风圈会 这个铺进台湾 还有外围环流影响 这三大因素呢提醒大家要小心西北台的效应 这西北台的雨势会相当惊人哦 而且也有可能不可能 就是不排除会变成中度台风 所以呢在沿海地区 一定要沿防淹水以及海水倒灌 至于在礼拜四的时候 台风中心略过中南部 也要沿防豪大雨在中南部的部分 礼拜五三台风开始远离 但是千万不要松懈 因为呢外围环流还是会持续影响整个台湾 这雨会一路下到礼拜天 也提醒大家呢在这次台风呢 因为它路径呢 比较跟过去是前所未见的 所以掌握台风最新动态 也请你持续锁定中天新闻台